大师至菩萨的训言词就是无上般若法门 念佛法门是无上般若法门的 发愿求生净土那就是菩萨菩提心 非常具体 为我们说出来 所以诸位要想真正有成就 一门学书 无论出家再家 我们敢真的不敢假的 假的是什么呢 广学多文 大德 有学问 有见识 那是面子 广学多文 大同家 将来临死的时候怎么个死法不想得 搞真的呢 一样 你们 古来有主书大德为我们做示范 一生就讲一部阿弥陀佛 又讲两三百遍 那就是阿弥陀佛再来 你问他别的经 我不会讲 我就会讲阿弥陀佛 真的内行人 这个人高了 这个人稀有难得 珍惜于我 什么经都会讲 不稀奇 没什么了不起 样样通 样样松 不能成就 他心不专 心不定 一样东西 一生一样 他心是定的 心是清净的 他有真实智慧 约不是事之变错 真正能够自立立他 真正能够哨龙佛法 那个一点都不假 无论在家出家的同学 我们要走这个路 在家居士学讲经 你看谭老法师念佛论里面 为我们说的正习宾居士 正习宾居士是个做生意人 念过书认识字 以后学了佛了 没多久 他就学会讲迷他 到处跟人讲 就讲这一步 他从皈依到往生 只有六年 你看那个走得多么自在 多么潇洒 弥陀经讲完了 大家都散了场了 还有几个老朋友 走到最后的 他就给这个老朋友们说 麻烦你们替我租个房子 我要走了 这些人说 你要走了还租房子干什么 他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 我要往生极乐世界 怕死在人家家里不太方便 多厉害啊 这些朋友们听说他真有把握往生 也没有机会 这个朋友正说你到我家 那时候你到我家 大家真正要抢他 他是坐着走的 第一盘腿要打坐 跟大家告别 他到极乐世界去了 朋友就问他了 你往生了 也应该留个剂子 留两首诗给我们做纪念呢 他说的很干脆 哎呀不逼了 看我这个样子就是最好的纪念了 大家或者跟他念佛 不到十五分钟就走了 坐着 搞真的呀 不能搞假的 真的就是一门神主 这是希望同修们 要好好的记住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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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